假期爐火確認溫度適中後 師父就駕上一整隻烤大豬 仔細的邊轉動邊注意豬皮的變化 千萬不能心急 等到豬皮烤得又香又脆 師父就要趕緊將肉切下 厚的部分還要切開 再放上烤肉架再烤一次 這是南投縣府舉辦的烤大豬比賽 由於前幾年疫情讓遊客減少 南投新一鄉和仁愛鄉的業者 訂單下滑 縣府為了幫助業者 推出了認證制度 區隔原民烤大豬和一般烤豬 現在還邀請通過認證的師父們 舉辦比賽 縣府說這場比賽會選出前十名頒發獎金 不但希望能夠吸引遊客 也期盼能夠讓更多業者參加認證 推廣烤大豬這項原民傳統美食 本期五連張春風周大祥南投報